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在世间来修行 不离世间觉 所以有的人说修行总是去闭关 找个清静的地方 但是你看看真的闭关有几个成功的 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不是菩萨不坐山 没有开悟不闭关 你真正开悟的人你才能去闭关 你还没有开悟你就是坐在山上叫苦思冥想 所以闭关是要有大根基的人才能做的事情 不是谁都能够闭关的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有些人不懂得佛法在世间 只有在世间你才能觉悟 所以很多人对佛法根本搞不清楚 不知道智慧来源于烦恼 你用这种的思维去闭关 你是越来越自闭 你不愿意跟别人接触 你不能够理解世间的觉 你最后就是把自己自闭 烦恼一来你智慧找不到 所以有些人闭关了 一会想家了 一会想朋友了 一会想热闹了 结果闭不了几天关 就结束了 但有些人呢 要面子 讲好闭几天 我一定要有勇气撑着 结果闭关到后来 很多人走偏 弄出病出来 还有的人闭关时间长了 到了最后变成百不思 百不想的人 说我要空 我要空 什么都不想了 你整个变成一个没思维的人 你哪来的菩萨智慧啊 所以闭关是一个大的智慧 所以要多看看自己 看看自己做过的事情 看看自己在人间所碰到的事情 运用他们来对照 不照己 照心 什么叫不照己啊 就不要去照自己的身体 要照见你的心是空的 照见五蕴皆空 所以佛法 所以佛法实际上就是佛陀传给我们的顿教之法 世间 世实际上就是世间 佛法就是流传的意思 间就是界限 就是流传在这个世间 那么佛法在世间里 它是不需要离开世间 也去求求求求 fare 正觉 所以鲁家说 道不远人 人之为道 而远人 不可以为道 道不远人 道就在我们人的身边 人之为道 而远人 人为了求道 而离开了更多的众生 不可以为道 就是不能成功 求不到道的 所以真正要能存佛的人 必须在众生当中 而不是离开众生 离开世间 自己在山里修行 他应该负的责任不负 应该的仁义理智性没有了 说我要寻找觉悟 密佛道 就是好比要在全世界 找到兔子上有两个脚一样 实际上你就是远离了 真正自己的自行 所以世间一切诸法 佛在法华经当中 曾经为我们做过解释 相如是 性如是 体如是 力如是 做如是 应如是 圆如是 果如是 报如是 本末究竟如是 这是最后一句 就是开始和结束 一定是这样 所以菩萨实际上 就是让我们知道 本性本来就有的 你的所有的 见的一切 因啊 果啊 缘分啊 你受的报啊 一切本来都有的 所以你想想看 这就是谁缘的 所以要学会十大药灵 你就能见到败剑 千炉 也就是我们说到 任何的法界 都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我们说 一千种的这个炉事 其实都是一样 其实你们看看 我们要到哪个国家去旅游 看来看去 不是看山 就是看水 不是看海滩 就是看海边 如是 对不对啊 一切 皆为如是 所以 真正的世间觉 成就的是 一相三昧 一行三昧 就是一千个 也是一样 一个炉 你不管 学佛 学什么法门 到最后 都是 一相三昧 一行三昧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 师父 下次跟大家讲 一行三昧 和一相三昧 详细跟大家 再做一个解释 好 最后呢 师父跟大家呢 讲一个故事 这个 人生无常 让人想到了 生命的真谛 人的生命的真谛 就是 确实是 无常 你看看我们很多人 这一关过了 他就活了 他就活了 这一关 死了 也就死了 有多少人 就是这么离开了 这个世界 哪有什么可以 去留恋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所以关于生命 就会让我们 想到死亡 所以你看 我们在人间 没有一个人 肯讲自己 今后将来怎么办 死了怎么办 虽然死亡是一种 无可抗拒的规律 但是 它的发生 却让人们 无法的拒绝 和接受它 所以人很痛苦 有一位比丘 他修行 他的心 常为外境 所牵动 就像我们现在修行 经常被外面的 明啊 利啊 色啊 所牵动 佛陀呢 就告诉他 修行的方法 佛陀说 比丘啊 你在修行的时候 心意散乱 都把死 没有 放在心头 假使你能知道 人生无常 一切 声色外境 都不能 诱惑你了 其实佛陀的意思 就是告诉他 你一个人 如果把死 放在心中 你就不会 接受 社会上 各种 对你的诱惑 我现在跟你们讲 你们可能 还不理解 听师父 慢慢给你们 道来 佛陀的话 恰巧 给一位国王 听道 对国王心想 哦 只要让 佛陀的弟子 记住一个死字 他就不会 被外境 所动了 他的心就 定下来了 有这么简单吗 他就想来试试 正巧 他们国家当中 有一个人 诽谤 比丘 那个人说 比丘也是人 虽 生出家 难道 他们的心 就不贪恋 五欲 之乐吗 他诽谤 国王 就派人 来人呢 把他抓起来 定罪为 污辱圣者 要处以 死刑 如果你想 免除 死刑 那 现在 你拿 一波 满满的 蜂蜜 周游街 是 一圈 如果你 如果你一滴 都不 滴出来 我就 赦免你 否则 死罪 难饶 国王 事先 在这个 罪犯 要路过的 街市旁边 布置了 很多的 音乐 歌舞 悦耳的 情声 很多的 如云的 美女 让别人 看了 心都会 动的 这时候 这个罪人 拿了一波 蜜 因为他心中 只想到了 一个死字 如果我今天 一滴蜜 滴到 外面来 我就死定了 他就 这样 一直想着 哎呀 不要死啊 不要死啊 他就走完了 整个这条街 国王问道 啊 你走完了 蜜没有 滴出来 免你死罪 但是本王 想问你 你在街上 听到什么声音吗 皇上 没有 你看见 有什么人吗 没有 那街上的音乐 和歌舞剂 你难道 没有听到 没有看见吗 嗯 启禀大王 我手中 拿了那 满满的 一波的蜜 如果 滴 一滴出来 就要死 所以我 一直 把死 记在 心中 我就不知道 外面 发生什么了 国王 对罪人 说到 嗯 佛陀 说得不错 把死 放在心中 知道人生 无常 那么 一切 声色 都不能 诱惑 别人了 你说 比丘 是人 这个固然 不错 但因为 他们 心中 知道 事 事 虚患 生 必有死 哪里 会贪恋 五欲呢 那你 为什么要 诽谤 圣者呢 那个人 听国王 一讲 深深的觉悟 从此 不再 绑扑 我们人的一生 不会 都处在 同样的 环境 和心境下 所以 人生 坎坷 不是有 这样的事 就是有 那样的事 常常 不得 安宁 所以 就是让我们 要懂得 人生 无常 人不可以 把 很多的 痛苦 放在 心中 外境 再变化 你的 内心 不要变 这就是 修行 因为 没有一件事情 比死 更痛苦 所以 当你自己 经不起诱惑的时候 你想一想 这比死 还难过吗 你可能就 越过了 你的 一个 阶 所以 不要在 人间把 单纯的 事情 看得 非常的 严重 因为这样 你会很痛苦 地活在 这个世界上 你 你每天 可以看见很多众生的 过失和 是非 那你就会帮他 悲夜 你就会感觉到 自己很痛苦 如果这样 你赶紧去 忏悔 这就是 修行 所以 人活在 世界上 快乐 和 清静 甘 与寂寞 最主要的 都是一种感觉 远离 是非 自无过 耳根 清静 俱贤化 常念 佛号 读 口舌 大道 无言 心 自然 所以 不要去 随便的讲 不要随便的 去评论 那就是 有智慧 今天 我们学博的人 就要克服 种种的烦恼 离苦 得乐的人 那 才叫 智者 所以 智者为上 愚者为上 好好地学佛 让我们 共盘四圣 谢谢 大家